各位评判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编号第六号 第十号 今天我所要榜读的篇目是 1.翠玉白菜 玉是一种半透明 具有荤棍的美食 中国人拿玉来比喻美丽或尊贵 是非常贵重的食材 为了不浪费材料 雕刻玉使用量才重的考量 具象依照玉才的外形或色泽 来设计制作器具 国务院典藏的翠玉白菜 是量才重质的代表作 已成为民文中外的艺术品 一般而言 玉石之纯色成白色 有些因为含有不同的金属元素 会呈现翠玉或赤色 翠玉白菜 就是一块半白半绿的玉才丘 一项春菊玉石自展天成的颜色变化 巧妙地利用绿色部分 雕出干净的菜叶 白色部分雕出脉络跟米的菜精 白绿自建成叶 白绿自建成变化 混然天成 有如一颗可以掐现足水来 鲜嫩玉笛的白菜 更有趣的是 玉将神来一笔 在猎片桑中 雕了两只火灵活现的宗司 仿佛随时要正式背景 让原本静态写实的作品 多了一层震动荒荒的趣味 翠玉白菜 堪称原始自建成永和宫的橙色品 永和宫在清末时 是宫序皇帝的妃子 井妃的秦宫 相传称白菜是井妃的嫁妆 这件嫁妆故事贵重 台底盘着父母对出嫁女儿的祝福 白菜寓意清白 象征新娘的纯洁 我的朗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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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